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宏桥本名叫张秀芬 原本出生于中原的大户人家 为了躲避原末战乱 随父母流落到南方 可不幸的是 父母在途中双双并逝 小秀芬被交托给姨母照料 颜沛流离的童年生活 也养成了她坚韧而又倔强的性格 姨母原本是高官家的宠妾 战乱中家道中落 她不得已带着小秀芬 辗转到了福建的福州 一老一上 就定居在福州的西郊 这个地方有一座红山桥 因为桥身水游鲜艳的红砖启程 当地人就称之为红桥 而住在红桥附近的小秀芬 在姨母的陪伴和教导下 潜心苦读诗书 很快就成为当地有名的美女加才女 人们很快就淡忘了张秀芬的本名 都称她为张红桥 很多风流才子文明而来 只是姨母轻易不让红桥接待客人 做了半辈子宠妾 而今又用似计非计的方式 维持生活的姨母 对红桥特别眷顾 她不愿意红桥走自己的老路 一心只想为红桥秘得好归宿 而饱读诗书的红桥 眼光也逐渐变得清高 一般的纹固子弟根本入不了她的眼 还扬言要以诗采取夫婿 文讯而来的文人雅士们 更是对红桥充满了好奇 纷纷选取自己的诗词佳作 送到红桥手中 希望得到她的青睐 红桥认真品读每一首诗间 还会给这些诗间排排序 只是却没有一分时间 能够让她特别满意 当然也就不会回应了 当时当地被人们称为 宁中石才子的文采 十分出色的青年中 就有一位名叫王公的文士 率先投试给红桥 红桥读完之后 觉得虽然诗意浓烈 但是言辞略显浅薄 内心并不为所动 而另一位叫王称的文士 在拜访文友王公使 听出了红桥的意识之后 激发起她的好胜性 决心要博取红桥的芳心 于是英俊潇洒 而又财思敏捷的王称 在红桥家附近 租了房子住下 一天午后 她在看到红桥午睡的焦太后 写下一首诗 送给红桥 原本红桥对 刚住在林家的小生 心生好感 就在读到诗中的 《梦绕乌山》和 《汉师苏兄》时 顿觉此人言行 过于轻挑无礼 因为觉得王称不是称心如意的 夫婿之选 红桥依然选择不答复 可以看得出来 红桥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子 日本作家村上川树曾说过 如若相爱便携手到老 如若错过便护她安好 张红桥虽生于旧时代 但是他对爱情的追求 从没有降低标准 宁肯跟姨母相伴度日 也绝不将就下半辈子的人生 当女人能够有如此决心的时候 老天爷也会帮她的忙 很快 红桥的真命天子 就来到了她的身边 红桥命中注定的男人 叫林洪 是命中十才子之首 不仅才华横溢 更是世家子弟 因为出口成章 被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受官为 礼部金善元外郎 林洪取财女朱氏为妻 可是婚后不到三年 朱氏就因病逝去 伤心欲绝的林洪 恰逢跟上司产生矛盾 于是心灰意冷 便辞官回乡 她跟王冲是旧友 在寻访王冲时 两人屏竹夜谈时 看到林家院子里的红桥 敦时时性大发 随口迎送道 桂甸肥香 酒拜醒 鹿花如水 点银瓶 寒情欲塑 心中事 修剑千牛 知女心 在听王冲介绍了 红桥的才情后 林洪深知 不能轻薄 便将诗作 用碧玉间 认真卷抄好 然后装进一个锦囊中 请房东老夫人 交给洪桥 洪桥看到这首诗时 露出笑容 诗中的景色 描写生动 而且雅致 眼目试探的情意 又表达得很庄重 洪桥不觉中 就动了心 于是写下回赠诗作 房东老夫人 拿回诗 做给林洪使 便对林洪说 张家小姐 自长城以后啊 投诗词为美的文诗 不下百人 所谓将她答复 你可是破天荒的第一回啊 喜出望外的林洪 便跟洪桥 开始失信往来 感情迅速升温 不久之后 林洪便借口张家 屋里凉快 搬进了洪桥家中 觅得凉须的洪桥 内心的幸福 从这首诗中可见一斑 芙蓉作证 锦重重 笔翼和名 玉露中 人道摇池春四海 明月飞下一双红 两个人幸福快活了 一年多以后 林洪接到了京城 前月附加的书信 让她再次进城为官 虽然有美人在怀 林洪还是决意北上 分隔两地后 两人经常失信来往 只是林洪的诗中一句 记得洪桥 少年眼游 多少与情云序 让洪桥品出几分 轻慢的意味 原本大家归秀出身的洪桥 因为颠沛流离的经历 让她对自己 四季非季的身份 很是在意 她觉得林洪似乎不再爱她了 一心以为下半生 有了依靠的洪桥 却始终等不来 林洪的明确回应 心中欲解的洪桥 很快握不起床 几个月之后 就香香玉云了 而重新谋得官职后 前月附加建议她 在续弦 她就讲了跟洪桥的交往 但是前月附加 她并不赞同林洪迎娶洪桥敬美 林洪也开始犹豫不决 但是最终放不下洪桥 春暖花开的世界 她终于决定回来找洪桥 只是 洪桥在一个月前 已经离世 悲痛欲绝的林洪 这才后悔没有早点 回来迎娶洪桥 在盘点洪桥遗物时 发现她在床头的玉佩上 记着一封信件 上面写着 半绝碟亮花 记得洪桥西畔路 朗马来时 记载垂扬树 默默离云和梦渡 仅凭脆冒 留春柱 没有下半绝的这首诗间 似乎诉说着洪桥的哀怨和伤心 而随后的七首绝句 更是写进洪桥的痴情与苦楚 作家小严谨说 爱情想触碰又收回手 收回手又掩不住毛茸茸打滚的心 于是处处胜出不经意的温柔 而得不到回应 是就是女子说不出口的忧怨 男人的不回应 只会让女人心结难解 苦等不来后 只剩下独自枯萎 并不是所有的深情都会有归宿 爱一个人没有错 单身为女人 至少应该明白 爱自己才是第一位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 如何有力气爱别人 或许有人说 但凡张洪桥直接跟林洪开口 提出让林洪娶她紧门 也不会因此阴阳两格 空留下一个悲伤的故事 其实 不要说古代女子的礼娇森严了 即使到了今天 依然有羞涩的女人 明明心里爱着她 却说不出口 只等着她来表白 可是 这份痴情 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辜负 或许 这也是后人们感叹的 自古痴情 终男权的遗憾吧 情感作家张小贤曾说 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 不一定是她爱上了别人 而是 她在她有所期待的时候 让她失望 说不出口的表白 等不来的承诺 越来越失望的女人 只能暗自疗伤 只是 伤口越是舔势 越是没办法结痂 当这份伤口伤筋动骨的时候 或许 就真的要了女人的命 即使不致命 至少也得脱层皮 这也是告诫我们 无论你有多爱一个人 都要想好好爱自己 你才是 最值得你爱的人 好啦 今天就陪你到这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帮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